哈囉你好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那今天是2014年的1月1號 先在這邊祝你新年快樂啦 那如果你是長期有訂閱我電子報的朋友 你應該會有印象 就是我在前年 2012年年底的時候 我其實有寫一篇 預測2013年 台灣網路行銷五大趨勢的文章 而在去年2013年呢 的確這我這預測的五大趨勢 都有預測成功 然後越來越多的公司或者是個人 他們的行銷 都逐漸朝這五大的趨勢發展 那今天啊 剛好是2014年今年的第一天 所以我想來預測一下 2014年 我們華人網路行銷的趨勢 OK我整理了五點 那趨勢一呢 第一點就是行動商務的行銷 OK 2013年其實華人地區行動裝置使用的人數 比2012年成長了將近一倍 而且隨著現在很多華人地區啊 像我們台灣或者是中國大陸 無線網路以及WiFi的普及 也越來越多人他們都使用手機 或者是平板電腦 等這些行動裝置去上網消費 那例如上是去年2013年 11月11號光棍節大陸的光棍節 大陸的淘寶網他們交易了當天350億人民幣的交易額當中 裡面有53.5億是來自手機消費 也就是大約七分之一 那這手機消費呢 當然就包含了行動 就是行動裝置 也就是手機或者是平板 那明年我認為 這個比例可能會從七分之一提升到五分之一左右 會越來越多人使用手機 或者是其他的行動裝置來上網消費 而且我認為現在其實電子商務 他們已經慢慢逐漸轉向成行動商務 原本是O2O就是Online to Offline 然後目前我覺得已經慢慢轉向了M2O 什麼是M2O 就是Mobile to Offline 而很多公司他們也都開始慢慢重視行動商務這一塊市場 例如很多公司現在開始製作他們公司專屬的APP 或者是把他們的網站轉成手機介面等等 那我認為2014年這個趨勢 這個行銷趨勢只會更加更加的明顯 這個是第一個行動商務的行銷趨勢 那趨勢二呢我認為是通訊軟體行銷 其實目前我們台灣地區最多人使用的通訊軟體是LINE 大陸地區則是微信 那歐美他們比較常使用的是WhatsApp 那LINE呢我們台灣目前有1600萬人左右使用 是全球第三位 也就是第三名 第一名是日本 第二名則是泰國 那台灣其實很多公司廠商 他們也看準了LINE的高人期 然後都上架很多的像是貼圖啊 或者是他們的粉絲專頁 其實雖然上架貼圖和粉絲專頁 在LINE上面都需要花數十萬 甚至是百萬以上的金額 但這些公司因為看準了這一塊商機 所以他們都紛紛投入大量的資金 在LINE上面去建立他們的專業啊 或者是建立他們的粉絲 他們的貼圖相關的一些可愛貼圖 那其實我最近有打電話去詢問過LINE 台灣的分公司 我們上架貼圖和粉絲專頁的一些狀況 跟實際的金額 目前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上架貼圖到LINE上面 你要排隊到明年六月之後 這是為什麼 因為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他們現在都積極的想搶佔這塊通訊軟體行銷的市場大餅 然後增加自己公司的品牌的人見度啊 還有活動產品的一些曝光度 那進而最終的目的當然就是增加銷售量 所以他們現在都搶著 要在明年初之前上架貼圖到LINE上面 或者是在LINE上面上他們的粉絲專頁 就吸引人家去加入 然後吸引人家下載貼圖 你可以發送一些相關的產品活動的資訊給他們 所以我認為其實2014年未來 就是在今年一定會有更多更多的公司 他們會在通訊軟體上面做行銷 而且甚至未來可能會有新的一些通訊軟體加入佔局 畢竟我覺得其實通訊軟體 大家的忠誠度和聯絕度並不會像社群平台那麼高 OK這個是第二點的趨勢 那第三點趨勢呢 其實我認為第三點就是社群串聯的一個行銷趨勢 其實Facebook上面的社群行銷現在已經很普遍 而且已經逐漸趨向成熟 而且Facebook官方其實現在也設立了越來越多的一些付費廣告的機制 甚至你發送訊息給不認識的朋友都需要付費 你才能發送到他的訊息欄 否則只會掉到他的其他的訊息內容裡面 那其實Google Plus社群平台在2013年 他們的使用人口也大幅成長 雖然目前的整體的使用人口跟聯絕度還不像Facebook那麼高 但是其實我很看好未來Google Plus的前景以及他們的一些成長 因為Google Plus社群平台其實它可以和Google周邊的任何功能 或者是任何的項目去做一個整合 而且Google他們使用Google Plus去整合他們其他功能 我覺得是一個勢在必行的趨勢 而且我覺得怎麼講 Google他們的資源其實非常非常的豐富 光是你想得到的像是Google的搜尋引擎 或者是他的Gmail信箱 或者是他的地圖 這些都是你平常日常生活中必用的功能 而且很難被取代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公司 他們其實只有在單一的社群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例如大部分的公司可能只有在Facebook建立他們的粉絲專頁或者是社團 我認為未來2014年 社群行銷並不會像2013年或2012年 只在單一社群平台上面做行銷就夠了 而是需要串聯到各社群平台上面去同步去行銷你的品牌 你的活動或者是你的產品 也就是類似一虎百印的方式 你只要post一篇文章 然後你就可以串聯到各種不同的平台上面 你只要寫一篇文章 你就可以串聯到各種不同的社群平台 像Twitter啊 YouTube啊 也算是一個影音平台 然後還有Facebook啊 Google Plus啊 之類的 所以就可以讓在各平台上面 就是你的粉絲專頁 你都可以去建立或者是建立你的社群 社團之類的 你寫一篇文章 就push到這些全部的社群平台上面 增加你的品牌能見度 以及你產品還有活動相關的一些曝光率 甚至最終的目的 所以當然當然就是要增加你的銷售量 那我認為在2014年這個狀況 絕對會有更顯著的成長 會有更多的一些公司 他們知道要用很多不同的社群平台 來行銷自己的品牌 那趨勢四呢 就是個人網站和微網址的行銷 其實在上個月就是2013年12月底的時候 Yahoo他們把無名小站給關閉了 很多原本在無名的一些超人氣的部落客 紛紛出走 就像是彎彎 甚至以前很多部落客 他們都是利用無名 然後做網路行銷 或者是在無名上面銷售產品 所以他們從這次無名關閉之後 他們搬家到其他部落客 其實花了不少的心力 而且雖然我覺得現在像是匹克幫啊 或者是天空啊 google的blog啊 這些部落客 可以讓這些部落客 他們去駐足 讓他們繼續停留在 使用這些免費的部落客去寫文章 或者是去做一些行銷 但是我認為這一次無名小站的關閉 其實無疑給這些很多的部落客一個警訊 這個警訊就是應該要有自己的網站 要有一個自己百分之百能掌控 然後不會被關閉或者是停權的網站 為什麼 否則你多年來累積的文章 或者是SEO上面搜尋引擎的排名 可能一夕之間 隨著他的關閉 或者是你帳號被停權 就崩盤了 而我自己身邊有些認識的一些知名部落客 他們其實也都陸續開始架設自己的網站 或者是請一些公司幫他們架網站 所以我認為未來會有更多人 他們成立自己的網站 更多的部落客 他們成立自己的網站 使用自己申請的付費的網域 然後付費的虛擬主機 然後並且會有更多人學習去使用 Wordpress這個系統 然後去架設網站或者是部落格 而且這些網站和部落格 未來其實都可以自由的用來做網路行銷 或者是銷售產品 沒有任何人或者公司他們有權利 去關閉你的網站 或者是停權你的帳號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未來這個趨勢 絕對會帶動整個華人地區 回網製的行銷風潮 以及個人網站的行銷風潮 OK 那最後一點 第五點的趨勢呢 我認為是互動為電影的影音行銷 其實2013年的行銷趨勢預測當中 我就有談到說影音行銷 在未來一定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因為其實網路新媒體 和傳統的一些電視報紙這些舊媒體 有很大的差異 特別是在影音呈現這方面 而在2014年互動為電影的行銷 我認為會更加的盛行 而且我認為為電影的元素 其實會加入更多的感動 或者是創意的點子進去 而且跟網友或者是粉絲 他們互動的成分也會更高 這也就是傳統的電視影片所做不到的 因為你在網路上 你可以透過網路 去跟粉絲做互動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透過YouTube 你可以讓粉絲他們去選擇 他們想要的結局 而且最重要的是 感動行銷和創意行銷 這兩種方式是最容易 讓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 而且我認為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素人 他們透過拍攝創意 或者是搞笑的一些影音 來行銷 來建立自己的個人品牌 或者是幫助公司 建立他們的公司品牌 產品品牌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 他們會在YouTube 建立自己公司的影音頻道 行銷 我認為未來在2014年 就是今年 這個影音行銷的風潮 只會更加更加的明顯 甚至也會有更多的公司 他們願意砸錢 然後去拍攝一些互動的微電影 來行銷自己的公司 產品 以及他們的網站 OK 那今年的第一天呢 就跟你分享 我認為 今年 2014年的行銷 華人地區行銷的五大趨勢 希望會讓你有所收穫 OK 那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我們下一篇影片 或者是文章再見喔 掰掰